我喜歡煮食 有兩個女兒 希望可以煮多些健康的食物給她們 不過現在都不是經常用廚房 通常都是假日才用 沒什麼心機用 因為每次用的時候都要收拾所有食物 才可以煮到食物 因為廚房其實都放了很多雜物 爐頭、焗爐裡面都很多雜物 很多時候就說這裏放些 那裏放些 基本上可能有些櫃桶 甚至乎是櫃門 根本上是生不來的 久而久之 到你把食物都拿出來 都會生不來 廚房的桌面不夠大 所以每次用完的磅 都要收起來 才可以做另一件事 所以我也覺得很煩 同一類的東西放在不同的地方 那我有時要找幾個地方 才找到那樣東西 又忘記了那樣東西放在哪裏 要用的時候又要買多一件 於是呢 廚房又會更加多東西 那就令到我不太想煮東西吃 其實香港大家普遍住的房子 都是四五百多呎左右 其實廚房可能只有三十至五十呎左右 怎樣可以把那麼多東西 塞進去呢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Ivan當初來找我的時候 其實他面對最大的困難 就是廚房收納空間不足 就導致廚房很亂 所以我要做的呢 就是將他有限的空間 發揮他最大的價值 在他新廚房門口的位置 我就做了一組高新的儲物櫃 就由四至五個櫃桶組成的 就令到他的收納空間多了之餘 亦都可以organize得很好 廚房其他的地方呢 我都盡量採用櫃桶的設計 某部分的櫃桶呢 我就用完這個電筒裝置 我猜不到呢 做廚房呢 那麼多東西要選 門又有分怎樣揭 然後櫃桶又有幾種 在以前的廚房 就是看到 有時候拿著一些東西 再拉開一些櫃桶 或者拉開門就很不方便 電動櫃桶就可以 就是拿東西方便一點 就算就是受敷了 我們都可以用腳開櫃桶 就會方便很多 整個廚房呢 就利用了這個U型設計 收納空間多了 台面空間亦都多了 那現在雷雷幫手煮東西 都方便很多 因為台面大了 那變了他們擔張椅子 就已經可以幫到手煮東西 吊櫃的部分呢 我就用了上揭式掩門 就取代傳統的左右式掩門 那個好處呢 就是令到他沒有那麼容易 碰到自己的頭 其實對於這個新廚房很滿意 因為真的有多了收納空間 我猜不到一些東西 可以收拾進櫃桶裏面 那變了台面就多了很多地方 尤其是現在多了一個BB 然後放了BB的東西 都不會覺得很擠迫 變了又很整齊 就開始想買東西了